哈喽阿部组咨询一下碗香玉烂根怎么抢救那现在是这个样子的都长毛了 现在我个人给出的建议呢就是先晾干晾干以后呢 你也可以用一些多菌灵泡一泡再晾干是吧 就是用一些杀菌药之类的先给他杀杀菌之后呢重新种植一下 像臭宝之前说到他说用的土有点失种长青梅菌了 您可以考虑用咱们家的土啊老王卖瓜是卖之夸了 不过我们家呢还是比较可以的 另外呢如果说自己再种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进口地炭 或者是用一些叶康之类的它利于发根 它不会有那么多的杂菌不会那么失种 说这个老华一你好啊 喷雪花叶子发黑干枯 你看我在没看图片之前 华友就说叶子发黑干枯怎么回事 这那那那的一般都是水大呀 缺光呀要么就是肥大呀 你像只要发黑啊不是水大就是肥大 一般就是两毛病 说病容害不怎么爱生 好吧我看了一下这个臭宝啊 不排除是这个冻伤啊 也不排除是这个水大和肥大 因为你也没有说具体的多少度 这个让我给你排除的话呢 就是水大肥大冻伤啊 缺光你看你这个的话咱排除来吧 不缺光看你这个盆土也不是水大 那就是有点冻了要么就是肥大了 那只有这两个点了对吧 哎下个臭宝 请帮忙看看枝子花怎么了 枝子花水大缺光通风差 而且还得过红蜘蛛 这个臭宝 在养枝子花的时候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回啊 就是你如果光照不好的话就不要养枝子花了 这个不行的 老妈臭宝一定要给住光照 下个臭宝说 从下面开始枯萎 叶子摸起来不光滑 都是小颗粒 这是生病了吗 这个是有点缺营养了 臭宝 这是缺乏营养 像大部分的植物在开花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叶片都是显得不那么精神 就像怎么说呢 你比方说咱们这个孩子 就是跟父母之间 你比方说我娶媳妇那回 我就感觉我爸我妈就一夜之间就老了呢 就是那一段时间 就特别的超老 植物也一个道理 它开花的时候它也是很超老 该供营养的 要供营养 尤其是开花期间 有的花友不让你吃肥 它是开花期间不让吃肥 是有这么个说法 就是用了肥料以后花开的比较快 但是你有想过吗 不用肥料它母体会受损 稍微开的快点就快点吧 你用了肥料它开的多呀 你管那些呢 是吧 所以老幻一看看双色茉莉 叶子打卷了 怎么回事的 这个就 就是典型的一种什么事呢 叫黄化病 就营养不良 它这种一般是缺铁 猛心 铜 蛋 这些个东西 没铁 铜心 蛋 你光 长零 算是金甲 你用多了 它肯定发卷啊 你就打个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很饿 你很饿 你结果你吃了很多的蔬菜 我的天哪 你肚子里边不卷的话吗 不难受吗 没劲啊 吃了呀 对吧 这一个道理 所以说用肥要用对路 好吧 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加强光照 加强光照 然后适当的修剪啊 这个肥料用过来 你让它缓一缓吧 然后可以用一些个沸腓 稍微埋一埋 拌一拌 像这种情况 实在不行 你就只能换土了 别的没招了 下个错宝说 小苗长出来的叶子 有黑色的斑脸 是细菌还是虫 这是碳举病 这就是水大 敲光 通风大 月季花 一定要给出光照 这不是说你在屋里边 随随便便 浇点水就能涨的东西 光照给出了 不怎么用你管 好吧 就是得病了 下个错宝一定要注意了 尤其你用什么 矿泉水瓶之类的养花 它很容易闷边 光照不给伤不行 老花一 老花最转一 起来问题了 视频要留言